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建商升级都需要升级什么 那么进来呢我们先看到一个22尺的一个挑高的进门 然后右手边呢上楼的一个旋转式的楼梯 那么首先呢我们购房之后呢会先进行结构升级 结构升级呢就是有的包括我们第三车库可以变成室内的面积 或者是说将我们的一个推拉门呢再升级一下 现在我们样板间呢其实没有做这个升级 升级之后呢上面还会有三盏这种采光的窗户 那么之后呢就会进行我们的一个室内升级 室内升级包括了我们的地面 橱面 台面这些装饰性呢 那么最后呢还会有它的一个电路升级 电路升级呢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倒台上面的三盏灯 如果你没有升级的话这里是没有灯口的 如果你想要挂一些美丽的灯饰的话 你可以考虑一下是升级一个灯口呢还是两个还是三个 那么同时呢你也可以去加装这种我们的室内音响 包括了我们这个客厅的这种壁炉 但是呢像我们这些后面这个这个食材的墙面呢 在建商这里是不能升级的 这个是我们后期需要来找人升级的 那么像这些搭配的我们的橱柜啊台面啊 其实在建商的设计中心那里面呢都会有帮我们搭配好的一些配套组合 那边有非常专业的设计师帮我们来进行推荐 那么包括了它的这个橱面和它的五金件 还有这种水龙头呢 你想到了在那里都可以进行升级 只是装饰性的东西没有 那么再往后面来看呢 后面这块空间呢 现在建商是做了一个类似office的这种区域 那么结构升级之后呢 可以把那里面变成一个书房或者是影音室 可以增加它的一些室内面积 其实这个户型呢 之前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的highline呢 也有类似非常相似的一个户型啊 那么建商仍然把这个户型继续建造 就说明这个户型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那么上来呢 首先看到它的一个loft 直接面对了我们的一个客厅 那么再往前面来呢 这边有两间房间啊 像刚刚在楼下也提到了一些升级选项 那么房间内能升起什么呢 除了我们的地面和我们的这个墙面是可以选择颜色的以外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洗手间 洗手间的标配呢 其实这边会是一个浴盆 但是如果家里没有说很小的小朋友的话 可能很多人是想把它升级成这种步入式的这种淋浴间 那么同样每一个房间都有这个选项 大家都可以进行升级 那么后面的这些瓷砖的这些配饰呢 在这个设计中心里面也全部都有 大家可以来样板间参考一下它们的设计理念 看看哪一种风格是你喜欢的 那么最后再来看一下它的主卧 通常这种房子的设计呢 主卧都是在客厅上面 或者是说它基本上都会变向我们的后院 因为我们在客厅待的时间最长 所以把最好的一个采光位置呢 留给我们的客厅 那么主卧呢同样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呢我们面向后院如此棒的景观的位置呢 一定是留给了我们的主卧 那么这边的最好的好处呢 就是不仅地势高有景观并且地还大 你是不是在找这样的房子呢 我们的主卧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